把你朋友脫下水 我们今天呢 要180秒的挑战 要来做胸了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常常都会做俯卧撑 四个动作每一个动作45秒 就是180秒 第一个中速 所以我们做爱心型的俯卧撑 最小的 一样记得核心永远是最重要的 我们把核心收紧 然后呢下去 下去的时候记得上来的时候 我们关节不要锁死 不要硬撑到直 OK 来45秒 Go 很多人在做俯卧撑的时候呢 都会球快 可是其实越慢做是越辛苦的 OK 最后5秒 OK 刚刚我们新型的做完了 接下来呢 中速我们往外走了 做与肩同宽的 大概是你的中指 在肩部的这个位置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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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时候没力的时候啊 我们的屁股就会突然塌下去 这很危险的 所以记得 你的核心一定要收紧 不用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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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 1 一 四 三 二 現在我們要來做第三個輔助車了 最寬的 我大部分會這樣窄 中 寬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窄的 新型的永遠是最難的 可是窄的很重要 對 因為你假如希望你的胸型好看的話 窄的非常重要 那最寬的呢 一樣 我們今天要往外打 45秒 GO 如果你做到這第三組45秒 因為是寬的 有時候反而還會覺得蠻有力的 記得一樣慢慢做 然後上來的時候關節不鎖死 最後永遠是最辛苦的 加油 來 還有十秒 四 三 二 一百八十秒怎麼會那麼累 沒錯要記得把你朋友拖下水 一起坐 大家一起累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上充最後45秒 OK GO 走 往外 OK 來喔 然後記得 屁股 也要不要塌 五 一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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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80秒 其實總共我們才做180秒而已 每一組45秒 然後 心形的 中間 狂臥 最後到了上胸 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 但是我告訴你 一個座真的很無聊 所以我們記得 把你朋友 好 拖下水 找他們一起來 大家不要比快 我很比 持久 加油